台股一度破底还有救命稻草吗 当然有 昨天我已经有预先跟大家来预告了 10万订阅谢谢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急诊室 我是爱丽丝 欢迎我们万通国际的许名雄老师 爱丽丝好观众大家好 老师台股破底大警戒 还有哪些概念股是可以压保的呢 好的当然是有了 昨天我其实我在节目上 那么已经有跟大家讲 那么未来就会破底就是今天 那么也破底了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费办 昨天破底 还有纳斯达克也破底 那当然有拉起来 我们台股也破底 那么也如我预期的会破底 但是破底的时候 你不要把电视关掉 你不要把手机关了 你要看我跟你说这是重点的时候 因为在破底的时候 哪些股票它强势的时候 如果未来就有机会了 当然今天就马上就实现了 待会我们再来告诉你 像最强的今天是光通讯族群 来那我们先看一下AI族群 AI族群的话 我已经讲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我今天就稍微带一下 我们待会重点地方再讲 那么光通讯来 那么伟创我跟大家讲 这个怎么操作 那么之前每天都有讲 伟创这边的话 它是买点 不是卖点 还有广达 广达就要稍微再观察 稍微再观察 那么创意当然就是要再等等 这档股票 我有跟大家讲过 要买就要买这一档 微影 那么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当然就要去加入我的Lite 还有Telegram 对来我们再来看微盛 这是我们的股票 那么现在我们目前为止还是续报的 那么ASIC它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是 要准备要用在中国的 他们要用的AI 当然还有现在像麦克苏夫 还有Google 还有像Tesla 他们现在也运用到ASIC 来做AI来运算 因为成本更低 因为现在台积电的COAS做不出来 不是做不出来 产能不足 他产能不足 做不出来量 所以当然有这些大厂不可能等 他们就有替代性 那就是ASIC 你可以看到像威盛 最近还有像Gio科 这之前有没有操作过的 来 那我们还有来再看这个是 洋智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那么我昨天说不要追了 那么你看今天马上就大跌了 那这是我们已经操作完了 来再看这档股票 那么之前一直给大家盖牌 那么ASIC它的晶片放在哪边 放在板卡上 板卡 这个就是汉讯 加上最近比特币也带大涨 所以当然这些就比较强势 那这是汉讯 那么今天的汉讯是 今天一度 昨天涨停板 今天一度又快差点涨停板 当然今天有开高走低 好这也是我们会员的股票 我们持股续报 来光通讯族群 今天这光通讯族群 有很多档股票盘中都是涨停板 不然就是创波段新高 可以看到像华欣光 今天也来创到波段新高 其实这档股票 我在这节目上 我已经跟他在大概126块27块的时候 来这边跟大家介绍 那么防守点在123 没有跌破持股续报 那么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来到166 那潜顶 这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今天涨停板 也在创波段新高 这档股票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到 那么潜顶你就先不要买 因为已经涨上去一大段了 已经高等在震荡 我跟你说要买哪一档 这一档得胜 昨天 当然如果有来找我来问我的话 我告诉你就是得胜 今天我们来看 今天我昨天要邀请你 今天开在平盘附近 今天涨停板得胜 还有只有他妈不是 光胜也有涨停板 还有上权也涨停 盘中一度涨停 创威也一度涨停 这么多股票 你可以看到其实盘面上最强的什么股票 当然是光通讯 其实这都是我不断的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些 这些新的资讯 对没错 那么我们大概 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加入我们Lite 或是我们TG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徐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他的老师的Line App 还有Telegram 都会在上方的资讯 我们都会公告在上面 欢迎快点加入哦 我们的财经急诊试 下次见咯 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得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别别看你 别看你 中文字幕——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